大肥安天娜近期有三個選舉 第一個西班牙選舉 這樣還未明確哪一個勝出 第二個就是德國 德國現在一些親中政黨的民調高企 就是說已經超越了執政黨 究竟會不會由他中變成親中 暫時還未知 當然另外一個也是柬埔寨 柬埔寨親中共 但是他們都叫做有選舉 但是這個選舉是不義的 23日大選 在禁止主要反對黨參選下執政的柬埔寨人民黨 當日在計票結果出爐前已經宣布大勝 今年5月執政黨主要競爭對手 燭光黨被指提交的參選文件不符合規定 被取消參選資格 DQ選舉結果毫無懸念就只有我自己選 而且跟香港的完善選舉制度一樣 跟李家超一樣 即是一人參選一人當選 鐵碗統治38年的強人 總理洪心在23日夜晚在Telegram頻道上發文清 非官方結果已經顯示柬埔寨人民黨在125席中贏得120席 保皇派奉身比黑黨贏得5席 即是說自己玩了 全國選舉委員會表示84.6合格的選民已經投票 柬埔寨人民黨發言高蘇美聯社 他相信他們的政黨得票率在78%至80%之間 70歲的洪心曾多次暗示即將卸任總理 更加在2021年提出給他的大兒子韓馬來接班的想法 這次國會選舉之前 洪心接受中國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說三、四個禮拜裡面 洪馬來可能成為總理 關鍵在於他有沒有辦法升任 那不要緊,有個好老頭 升不升任 看你而已,你將主要反對黨說他不合格 不讓他參選,那你還不贏了? 45歲的洪馬來曾經留學美國 是西點軍校畢業生 現任賈普寨王家軍副總司令 兼陸軍司令,即是首握軍權 亦都在大選中競選過國會議員 洪馬來在23號晚上 在多個社交媒體上發布勝選的消息 歡呼執政黨的勝利 更加強調柬埔寨人民已經透過投票 明確表達意願 絕大多數人支持柬埔寨人民黨 他感謝柬埔寨人對執政黨的熱愛和信任 當然,美國政府就覺得這場選戰傷害了民主為理由 將暫停與柬埔寨有關海外的援助計劃 即是我不再給你錢 亦都將對柬埔寨一些個別人士制出簽證禁令 國務院發言人米納指出 紅心領導的柬埔寨人民黨毫無對手 因為他將這些對手清除了 這場選舉既不自由亦都不公平 而當然,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 在亞洲區副主任羅伯迅 他表示,紅心將權力勢集給兒子 是在柬埔寨人民背後再統一到 他更加說,紅心的違法行為 令到柬埔寨看來更加像北韓 而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 其實這段真是廢話 紅心可以在位23年 就是已經告訴你 從頭到尾,他就是極權 對不起,說了38年 他本身就是極權,他就是獨裁 所謂的選舉只不過是獨裁的遮蔽報 有些國家連遮蔽報都不要 連選舉都不用 擁抱這些偽民主化 接著就以民主持居 接著就竊取高位人民 就為他們奴役 而最重要的紅心 他背後的不是美國人 好 節目做到這裏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 im 澳洲移民公司 專注移民二十多年 為十八至四十七歲香港人 精選最出色的移民課程 全程學費港幣15萬內 無需雅思成績 我們為十八到三十一歲的港人 申請工作假期簽證 合資格人士 雇主願意提供勞工移民擔保 有護理資格的港人 可以推薦雇主安排工作 辦理勞工定居簽證 沒有年期上限 我們也為五十歲以上的港人 申請居留簽證 澳洲比英國更易找公同入籍 無論在香港、英國、台灣的朋友 想移民澳洲就快點找Christy啦